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集中统一领导 习主席强调 武警部队是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保卫人民美好生活中肩负着重大职责 在维护政治安全 特别是政权安全 制度安全中具有重要作用 要坚决听党指挥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 坚持党的绝对领导 坚决听从党的号令 强化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 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要加快建设发展 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按照多能一体 有效维稳的战略要求 加快融入全军联合作战体系 加快构建军地协调联动新格局 加大改革创新 提高质量效益 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 现代化武装警察部队 要具力练兵备战 全面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 始终保持高度戒备 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 扎实做好执勤处突 反恐维稳等各项工作 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 新时代使命任务 要坚持依法从严 全面贯彻依法治军 从严治军要求 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狠抓正风速迹反腐成恶 纯洁政治生态 凝聚强大正能量 努力在武警部队光荣历史上 谱写新的时代篇章 劳记主席重托 人民武警 始至强军 健康责任与使命 这支守卫人民的部队 正在强军路上 阔步前行 2021年7月中下旬 河南持续遭遇大范围强降与天气 河南省内多地发生陷情 严重的殉情牵动着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心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对防汛救灾工作做出重要指示 要求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放在第一位 迅速组织力量防汛救灾 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要积极协助地方 开展强险救灾工作 7月20日16时30分 郑州降雨量破历史极致 黄河之流枯河风热农庄段出现绝口 接到命令后 武警河南总队机动支队的200余名官兵 乘坐12台车 携带8艘冲风舟等防汛强险器材 紧急到达郑州黄河大堤方向 枯河风热农庄段 对10个河道缺口进行了封堵 同时开辟了两条西洪通道 为300余名群众安全撤离 争取了宝贵时间 连续强降雨 导致郑州市区多处路段积水严重 河南省郑州市康复节 与交通路龙海路一线被困群众150余人 武警河南总队机动支队特战大队出动37名兵力 帮助受困群众脱离危险 河南省新乡市共产主义区货家段 一处大敌发生多处管用 此次管用一旦造成决堤 将对货家现场19万名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危险 武警河南总队新乡支队接到命令后 第一时间出动100名兵力 到达现场后 武警官兵立即投入到封堵管用任务中 从封堵水渠漫滴绝口到全力搜救转移群众 官兵们为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日夜冲锋在救灾一线 哪里有人民的呼声 哪里就有忠诚卫士的身影 他们的每一次出现都让人心安 他们的每一次逆行都为一方平安 无论条件多么艰苦 任务多么艰巨 武警官兵始终同人民风雨同舟 忠实践行人民子弟兵的正正誓言 新春一时 青藏高远昆仑山腹地 气温以大零下30摄氏度 高寒缺氧 顶着肆虐的寒风 武警青海总队持勤支队的官兵们 又一次踏上了巡逻路 这支助手在高远的部队 常年担负守护青藏铁路的任务 巡逻路上 战士们常常被时而封杀 时而雨雪的诡异天气 拍打得寸步难行 为了保障过往列车能够顺利通行 他们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地坚守着 舍小家为大家 这是武警战士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奉献 长长的路段 大小桥梁 寒洞 隧道 铁轨 桥墩 青藏铁路线上 每一处重点部位 都有武警战士们踩下的足迹 少尉就是战场 执勤就是战斗 在祖国各地 武警官兵的少尉遍布大江南北 他们用满枪热血和过硬的军事本领 守护着自己挚爱的这片土地 成为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忠诚是一种力量 淬炼与战火与硝烟 忠诚是一条长路通向光荣与梦想 忠诚造就了人民军队 对党的赤胆重心 造就了人民军队和人民的雨水情义 造就了人民军队 为党和人民冲锋陷阵的坚定意志 就上级通报 现有公民公文分子接受了专业训练 上级命令我的全力组织 一起发现 立即击毙 大家事不清楚 这是武警雪豹突击队突然接到的一项紧急任务 由于情况危急 战士们必须马上出击 现代反恐行动面对的敌人 既狡诈 残酷又专业 作为一支国家级反恐劲旅 雪豹突击队全年无休 每天24小时待命 随时准备好迎战最残酷的敌人 这条水路是通往目标小岛的唯一路径 为防止恐怖分子在水下设置爆炸物陷阱等障碍 蛙人将作为小队行动的先头兵潜入水下进行勘察 水质的清晰度直接影响蛙人们的视线 在难以辨别方向和根本看不清岸边目标物的情况下 他们要先勘察水下是否有炸弹陷阱 并采用水下射击 水下爆破等方式 将沿岸水域及岸边埋虎彻底清理干净 我们把爆炸物安装完了之后可能就要起爆了 我们的田野员要及时地撤离到安全的距离以外才行 清除岸边障碍之后 蛙人们靠近目标地点进行前期侦察 传回了前方的侦察情况 正是在这种过硬的水下侦察实战能力的保障下 特战队员们才有了顺利站开追击的可能 快速经过这段水域后 特战队员们终于成功登岛 在一处废弃小楼内将五名暴恐分子全部击毙 战士们的作战能力再一次得到锤炼 捕入特战队就意味着你要在未来的战场上面对强敌 就意味着你要承担起打赢的使命 平时降低标准只会在战场上吃下苦头 这支成立于21世纪初的雪豹突击队作为国家级反恐特种部队 自组建之初便提出了特战特谋 特战特舰 特战特训 特战特管 特战特用的五特舰队理念 在打仗能胜比武能赢安全能保的三能要求下 雪豹突击队已被锻造成为特别擅长快速机动 打极难险仗的反恐特战战旅 多年来雪豹突击队承担着重大活动安保反恐等任务 也曾出色完成过中国驻伊拉克和阿富汗大使馆的武装警卫任务 雪豹突击队始终紧盯反恐最新动态 吸纳最新作战理念 学习最新战斗技能 研究最新装备革新 确保打赢自身的行动能力不断跃升 雪豹突击是我们对战斗的渴望 也是我们向胜利发起的冲锋 打仗硬碰硬训练必须十打十 实战化训练就是要十字当头 强大的军队就是要在日常军事训练中多设危局险局 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下摔打磨练部队 2020年12月黑龙江黑河正至隆东 零下三十多度的临海血缘中 武警黑龙江总队黑河支队的战士们 已在寒风中苦练数日 此时训练即将接近尾声 我宣布黑河支队第四季度 和武游中阶系列 两百季度 好 队友 兄弟别抗来 别抗来 别抗来 突如其来的意外被袭 令毫无准备的队员接连阵亡被淘汰 放小组枪部 零九号队员 走来 各小组队一 各小组队一 狙击手 迅速战略有六一字 危机形势下 队长田小辰迅速组织重火器手和通信兵 集结各小组长 对周围的敌特情进行分析研判 一场突发的红蓝对抗 随即展开 现在我不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作为正备 枪想和我们伤员受伤的位置 我们伤员是后脑受伤 后脑受伤 我们刚才队列应该是面向的正南 我们队列是这么个方向 对吧 是 我们隐蔽的是在河岸两侧的树林当中 要想击毙我的队员 平行射击是达不到的 包括近距离射击也达不到 应该是从高点 然后我又通过单兵对抗系统提示我的 它是头部中单 而且是后脑的位置 我就能够判断出 它应该是在我们隐蔽的方向的正北侧 我们这个两个狙击手 判断应该是在240这个高地这个位置 或者是这几个无名高地的位置 距离通过枪声来判断 不超过300米 距离就在250米到300米之间 那么看 我们现在塞上就这几个高地 排档之后 让我去测量高地的距离 观察的方法是从近到远 从左到右的顺序去观察 它是一个成质字形 去搜索最有可能藏匿的地点 当我测到第三个高地的时候 是发现有两个白点非常可疑 然后这时候第三名战友冒烟了 保条组宣布 011号队员淘汰 通过我们这名队员的被击毙 我大致就应该能判断出来方的位置 一小队随我南侧报仇 二小队从北侧向高地报仇 以作战的方式训练 以训练的方式作战 加大对抗性训练力度 强化专业技术对抗 是改革转型以来 武警部队始终坚持 并大力倡导的一种练兵方式 这种创新训练方法 让队员们对真实的战场 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偷袭者来势汹汹 特战队员紧追不舍 经过丛林围艰和公路围堵失败后 特战队员终于在一条洋长小道 发现了偷袭者遗弃的摩托车 犯人分子极有可能汽车刚刚逃窜 逃窜的方向现在还不轻松 空中采用无人机 侦查汽车 直径1000米之内的树林 为了准确定位到蓝军偷袭者 红军指挥官决定 采用空中侦查和地面侦查箱 结合的方式进行搜索 空中侦查组报告 我空中侦查组发现两名泛分子 沿丢气车辆 北侧方向以明小时三公里的速度 进行淘汰完毕 我就算考虑到了也没法逃避热声箱的追踪 我们这儿的冬天零下三十多度 不可能说是这个把自己的体温降到零下三十多度 然后去规避他们的观察 这个是不现实的 终于发现了蓝军偷袭者 然而在灌木丛生积血挨挨的丛林中 到处都是两名偷袭者留下的迷惑像 无警部队在训练中设置红蓝对抗 尤其会选择在各项比武大赛上获奖的官兵作为蓝军 目的就是为了提升部队整体的战斗力 穿过雷区 越过染毒区 在不间断的围追堵戒下 终于在翻阅了201高地后 特战小队发现了偷袭者的身影 此时蓝军偷袭者已经进入了一栋废弃楼房 送来送来送来 宝家组全部机构 蓝军全部机构 所有人员退出机构 没有攻克不了的难关 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 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 多年来 武警部队坚持聚焦实战 对接实战 端正训练作风 创新训练方法 完善训练保障 严格训练监督 取得了在临海水源 高山大漠等等 各类复杂环境下的 一批批战法训法成果 在众多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实现了武警部队 实战化水平的跨越式提高 在广西某处的山林中 万来聚集 危机四夫 一支小队正潜入密林深处 对指定区域内的情况 进行侦察 一场反劫持演练 正在开战 参加本次演练的 是武警广西总队 特战三小队 当前我们已抵达任务先帝 就公安机关同胞 恐怖分子 劫持两名人质 携带武器若干 就藏匿于 涉卧手指方向 山林地内 在确保人质 绝对安全的情况下 歼灭敌一切有生力量 是否先走 停住 这一名训练有素的指挥官 名叫崔旭坤 军校毕业后 带着对部队的憧憬 崔旭坤如愿来到武警广西总队 机动支队某特战中队 担任小队长 多年来 为了实现打造精锐之师 做一名优秀指挥官的人生理想 他每天研究战法训法 始终坚持实战化练兵 像这样的实战化演练 已经成为这支部队 日常的必训客目 同志们 从陈吉威同志的死来看 在桥的后侧 一定有敌人重力把守 具体在什么位置不想 再选择从桥上过 那就会成为火把子 我认为可以从河的上游 采取轻易横度的方式进行过河 广西南宁 威沃国西南沿海沿边地区 束手在这里的武警广西总队 机动支队的战士们 常年担负着反恐处突的重任 由于地理环境复杂 他们常常要在河谷密布的丛林中 进行反恐抓捕 发现特战小队已经绕到眼前 手持枪械的爆孔分子随即逃向密林深处 眼前这片面积达两万平方米的密林中 因几个暴徒的闯入充满了危险的气息 崔旭坤带领队员们小心谨慎地搜索着 我们的一举一动 我们的每一次训练 都是代表着党和人民 代表着这个国家对我们的信任 然后我们自己特战队员 本身肩上背负的这个使命 就是非常重的 所以说我们更不能辜负 组织对我们的信任 也不能辜负特战队员的名头名号 荒草丛生的战场 是生与死 胜与败的较量 军人使命在间 唯有血性担当 即便死亡就在眼前 也要继续坠机 我们必须得练就一身过硬的军事本领 才能够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使命 给命 给命 随着暴恐分子陆续被俘 战士们的营救任务也迎来了突破性进战 你们俩把他带走 要给我解救人去 为了提高战士们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避免在大好形势下掉以轻心 早在这次反恐演练之前 大队长便决定将这次任务的难度进行升级 毫不知情的战士进入房屋后 意外发生了 我们在真正的战斗中 永远不能够按照固有的思维 按照训练的思维 去设想敌人 敌人为了歼灭我们 肯定是轨迹百出 三小队 政治状态群动到现在 真正没救到 小队当组织指挥不得力 战法应用不合理 危急关头 平时苦练战法的崔旭坤 迅速调整战术 他一边和战友们从正面牵制暴恐分子 一边悄悄派出队员 迂回到房屋侧面的窗下 找到进攻暴恐分子的最佳位置 下面我宣布 由此营救动物 枪响敌目 这是正义的枪声 更是强军的号角 军人的荣誉正是在这一次次实战考验中 传承闪耀 其实当我走出门的时候 我以为他们已经无计可施了 我认为我自己已经把这个情况设置了 没有太大漏洞 但是他们在灵机应变这一块 就之前的战斗有一个质的飞跃 立兵莫马 剑之大赢 这是战场上的唯一目标 无论这战场是喧嚣都市中执勤的哨所 荆棘丛生的河谷密林 还是荒芜人烟的高山大漠 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 无警部队官兵始终一往无前 迎难而上 走走走 一二一二一 千里激动大练兵 生命禁区打爆恐 这是无警部队日常训练的一个缩影 也是锤炼官兵们血性胆气 和过硬本领的必要手段 极端的自然环境 挑战着战士们的生理极限 也磨练着他们在艰苦复杂战场上 打赢的意志 高原腹地 道路崎岖 在某废弃居民区附近 狙击手正在对目标位置进行远距离观察 发现目标 发现目标 侦查组前出抵禁 准备对居民地方务布局进行精确侦查 一场山地补监战正在进行 2020年12月 武警西藏总队的战士们刚刚接到通知 一伙暴恐分子正在向山地方向逃窜 这是武警部队改制后的 又一场实战化反恐演练 战士们即将面对的是一片从未涉足的陌生地狱 要向在人际罕至的生命禁区 与暴恐分子斗智斗勇 并最终克地制胜 这对战士们的身体和实战能力 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不断挑战极限征服未知领域 攻克极难险重任务 是这支部队自组建以来 从未改变的训练准则 此时 在山地边缘的一处废弃居民地 特战小队发现了其中的几名暴恐分子 在侦察组和狙击手的配合下 特战小队以暴震弹的声响为信号 对坊屋进行强攻 并最终击毙六名暴恐分子 正当特战小队为顺利完成 这次端黑窝点行动而高兴时 突然被岛条组告知 另有四名暴恐分子 已经逃往东南方向的山区 一场山地追逃随即展开 高原加高山 在接近五千米的高海拔地域追逃 考验着战士们的生理极限 更加危险的是 一旦特战队员进入山区 又随时可能遭遇藏在暗处的敌人的袭击 西藏的山区有很大的一个特点 它全是有小的那个灌木丛 人员无法进行躲藏 只要你在山里行动 就很容易暴露你的行动 群山之中 特战小队与暴恐分子周旋起见 突然一声枪响让战士们更加警觉了起来 原来一名暴恐分子因体力不支停止逃窜 为了掩护其他暴恐分子撤离 便利用掩体向特战小队射击 对此 虽然特战小队采用正面牵制迂回包抄的战术 成功处置了这名暴徒 但其他暴恐分子已经不知所踪 此时 由于长时间的高原山地追逃 特战队员的身体出现了大幅度的缺氧状况 一些队员甚至出现了脱水 一个个考验特战队员的特情 接踵而来 为了拉近和暴恐分子之间的距离 特战小队忍受着身体上的引擎 选择了打人踢的方式登上了山顶 本以为这样做 是把暴恐分子逼入了死角绝境 结果却出乎意料 山的另一侧是一望无际的沙漠 暴恐分子已经逃至夭夭 这就意味着特战队员不得不展开一场沙漠追逃 更意味着持久战的开始 沙漠环境对于大部分武警官兵来说都是陌生的 武警西藏总队开展沙漠大练兵 就是为了提升官兵们的总体战斗力和处置特勤的能力而设置 此时大部分队员已经出现高反状况 持续的追击到着身体极度不适的情况下 再进行沙漠持久战 对于特战队员来说极其残忍 但既然上了战场就不允许失败 最怕的影响就是起风沙 风沙一起的话把狙击手的眼睛给他遮住 狙击手不能判断出恐怖分子的动向 我们也不能够判定他们的动向 下到沙漠之后就会暴露在恐怖分子的靶子下 就会变成活靶子 环境极端 险情不断 刚进入沙漠没多久 躲在沙队后面的暴恐分子 并向特战队员开了火 来不及修整的战士们 在突击组的火力掩护下 迅速冲到了一个沙丘上 可以击败 可以击败 虽然击败了一名暴恐分子 但另外两名暴恐分子 就趁机逃离了特战小队的视线 要想击毙全部暴恐分子 特战小队只能沿他们留下的脚印 继续坠机 然而 危险也在增加 就在特战小队紧追不舍时 两名队员突然被暴恐分子 埋设的爆炸物炸伤 遭受重创的特战小队 追击速度开始减慢 眼看暴恐分子逃入沙漠边缘的丛林 他们还能否完成全间暴恐分子的任务 依然未知 残酷的战场形势再次发生变化 两名暴恐分子劫持了一名人质 追击瞬间变成了反劫持 通常情况下 山林地面积大接触矮多 为了成功定位到暴恐分子 特战队员会利用无人机配合侦查 此时无人机侦查发现 劫持人质的暴恐分子 藏于树林深处 这时突击组对暴恐分子形成封控态势 一声狙击枪响后 突击小组对藏匿在树后的暴恐分子 迅速展开突击行动 随着其中的一名暴恐分子被击中倒地 最后一名暴恐分子也走向了穷途陌路 通常连 通常连 通常连汇报 最后一名暴恐分子也在雅江边上 被我小队击毙 请试试 迅速清理现场 清点人员武器装备 并将现场进行移交 现训练结束 所有人员退出情况 人员集结 仗怎么打 兵就怎么练 部队最缺什么就专攻精练什么 三年多来 武警部队紧贴作战任务 作战对手 作战环境 在实战化练兵的背景下 官兵们不断突破极限 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 积累了一个又一个实战经验 在全面贯彻习主席 列明必战 重大战略思想 全军在打理倡导 实战化军事训练 这样一个大背景下 我们中队只有从难 从严训练 才能快速提升 特战队员的作战能力 在改革强军 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创新能力 是一支军队的核心竞争力 也是生成和提高战斗力的加速器 不同的战位 不同的专业 武警官兵听党指挥 以创新的思路方法攻坚克难 将一枪忠诚 转化为全面备战练兵的动力 共同奋斗 实现强军梦想 闽中山区 林木葱龙 一场模拟真实情况的人工牌爆演练 悄然展开 准备提提 排除汽车炸弹 是最为复杂 最难处理 最危险的人工牌爆情况之一 苏爆手小心翼翼地对汽车展开排查 苏爆手 驱走车队 报告 在车辆左后轮内侧 发现一 松发定时爆炸物 预计爆炸时间 十分钟 林组 驱逐射回 主牌爆手 携带 排爆攻击组 牵出 队 爆炸物 是处置 是 主牌爆手杨文军挺身而出 穿上重打四十公斤的牌爆服 像是披上了应战的铠甲 他一步一步靠近汽车 向危险的炸弹 发起孤独的冲锋 放置在汽车轮毂和后桥缝隙中的炸弹 为之刁钻隐蔽 给杨文军的牌爆作业 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它有这个触发类的爆炸装置 这是一个松发类的一种装置 是用一个石头给它压住人 只要是你把它转移走 或者是你排除定时时间的时候 不小心把爆炸装置的那个石头 碰掉 它就会爆炸 危险一触即发 只有准确剪断连接定时装置 和触发装置的导线 才能将炸弹排除 然而 炸弹还设有轨迹装置 上面缠绕着复杂的线路 迷惑着杨文军的判断 到底应该剪断哪根线呢 时间在静谧的车底 一秒一秒地流逝 经过冷静的分析 杨文军举起剪刀 果断剪断连接触发装置的导线 紧接着 它又从容剪断连接定时装置的导线 定时器熄灭 主排爆手杨文军 凭借过硬的专业素养 将炸弹成功取出 危险排除 排爆手杨文军所在的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 于2017年12月31日 在调整改革的征程中应运而生 编设有工兵和防化两个专业 担负着核生化救援任务 核电站大型化工企业石油储备基地 及重特大自然灾害和事故灾害 专业强险救援任务 重大活动安保 反恐作战搜报排爆支援 生化武器污染处置 防卫作战时的倒桥和工程保障任务 今年3月24日 齐主席到总队视察 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期间他亲临训练场 查看了支队军事训练情况 与我们的官兵亲切交流 称赞官兵各个都是勇士 大国工匠 在这次视察中 齐主席强调 武警机动总队 是武警部队机动作战的重要力量 使命光荣 责任重大 要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 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 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 全面提高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奋力开创 部队建设新局面 我们支队全体官兵 一定要牢记统帅的嘱托 紧贴多案化任务的需求 加强合成化 专业化的训练 加强对新装备 新力量的训练 全面提升我们实战化 军事训练的水平 和打赢 自身的力量 支队创新训练手段 不断构建大规模 多专业 合成化的演习模式 并增加此类创新演习的强度和密度 演习不设剧本 随机倒调 让工兵 防化各专业最小作战单元 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下 磨合运转 整体联动 一场以工厂仓库遭袭击为背景的 合成化演习正式展开 号令起初 桥梁 道路 防化 搜报排报等专业救援力量 迅速集结 紧急出动 桥梁 分队 准备三级同胞 通往陆区域的桥梁升回严重 车辆准备无法通行 三级命令我排 迅速达射超渡门桥一柱 转印救援车辆装备 第三情况 桥梁们收拾准备 桥梁分队官兵协同配合 水面上青客间架起一座长二十米 宽八点三米的曹渡门桥 挖掘机 装载机等大型机械 陆续登上曹渡门桥 平稳驶向任务区域附近码头 道路分队的大型救援车辆 通过桥梁分队开辟的水上转运通道 顺利登陆 继续向任务区域行进 遭遇袭击的工厂仓库 已经近在眼前 倒条组却临机射清 要路请注意 请开查 你步行进道路前出现一深度两米的深坑 车辆无法通行 请处置 收到 对经营组 装载经营组 请按照预定方案迅速前出 对深坑进行处置 通往仓库的唯一道路被损毁 路灭深坑拦住了救援队伍的去路 如果不及时抢通道路 后续的抢险救援工作将无法展开 修炼过程中我们把所有的条件环境 是逼真是难是险 战士们在修炼过程中能体会到这种激难险重的任务 才能完成历史的这样的任务 为了尽快解决危机 行动刻不容缓 道路分队见招拆招 装载机就近寻找土石方回填深坑 推土机配合装载机将路面刮平 道路恢复畅通 我们已到达限定 我与第一名 得一楼实施检测 最后两名 得二楼实施检测 以上情况 我们撤 防化分队官兵 带上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进入残库 利用手动采样器 对空气中化学物质的种类和浓度 进行检测 收工了 F21 诊查组报告 经诊查 房间时间 未发现 土石等类 染毒中后 可以实施出排泡 报告 报告完毕 排除化学品泄漏的可能 搜报组潜入仓库 迅速展开搜索 报告 报告 在二楼内侧房间 发现一纸箱 疑似爆料物 收到 副排泡手 对于隐藏在纸箱内的炸弹 仅凭肉眼 无法判断内部结构 副排泡手 身着排泡符 将X光机 放在纸箱附近 通过X光 透视扫描炸弹 获取炸弹结构的图像 经研判 这是一个遥控类爆炸物 周围并无轨迹装置 根据现场情况 杨文军决定 使用排泡机器人 转移炸弹 然后进行销毁 排泡机器人 向爆炸物靠近 爬坡 进入室内 加取炸弹 平稳转移到 排泡罐中 危机解除 新的训法 新的演习模式 全面提升了 这支国家级 强险救援力量的 实战水平 和制胜能力 我们在修炼过程中 要把环境 设置逼真 通过环境这一块 提高我们官兵的 实战意识 和实战能力 我们加紧练兵对战 创行战法凶法 提高飞行人能力 保障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 永远就要 党和人民的 真正逆行 回望昨天 一路风雨兼程 武警部队 开创强军 新军 崭新局面 未来征途 武警部队 将在习近平 强军思想的指引下 为实现建军 千百年奋斗目标 继续前进 我会再再拓地 继续前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